我希望未来大家会记下说 这个人改变了姚文贼 1988年姚文贼与辅大同学班游 留下青春洋溢的合照 照片右边的他 白色衬衫搭配灰色西装外套 比班上男学生多点时髦成熟 大学生活姚文贼热衷正志 也不忘记修恋爱学分 他在一场校外的舞会 认识贵来的伴侣 就读东吴大学的潘琼琪 我去送报纸送了两年 送报纸是四点半要去批那个报纸 然后再开摩托车 以前我常常跳舞跳到三点 送报然后有些零用钱 就会去跳舞干嘛 我太太应该是在跳舞的场合认识 姚文贼对长相甜美的潘琼琪 一见钟情 潘琼琪暑假到加州大学 伯克来分校念短期课程 姚文贼辅大的同学洪雅慧 也同团在伯克来上课 见证这段追求过程 要走回自己的寝室的时候 经过那个走廊 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就响了 那通常我不会去接那个电话 我觉得嫌麻烦 但是那天因为可能是很晚是深夜 我会觉得怕吵到别人 我赶快把他接起来 接起来的刹那也是一个男生的声音 他就跟我说要找某某某 我心里想说某某某 某某不就我们那团 就是我们整个宿舍最漂亮 最可爱的那位女生吗 然后我就说 好吧我帮你转达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姓姚 然后他就说他是姚文贼 然后我就笑了 我说文贼 然后他说啊 我说我是雅慧 你该不是打电话给我的吧 潘琼琪家住台北大龙洞 祖父跟二伯都是白色恐怖受难者 家里一向不谈政治 他却与热衷政治的姚文贼 相职相恋 那时候他跟我的交往的时候 我就拜托说 你们家公司 那你帮我印啊 就彭音敏回忆录 自由的滋味 因为每次我都要 每次要一个chapter 到那个影音店去偷偷印 后来他被他爸知道 他爸一方面非常生气 觉得他怎么会搞这种事 因为他们家其实是政治受难者 其实我们都不太讲 他的爸爸的爸爸 以及爸爸的二哥 是强力调的 他们对政治非常的 非常的 选择筋不敢生 完全不敢碰 连想都不敢想 两人爱情长跑十年 姚文贼三十一岁 与潘琼琪决定携手一身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 热爱运动的姚文贼 兴趣喜好全显现在儿子身上 这针难得曝光的父子合照 姚文贼儿子身上穿的 是芝加哥公牛队 二十三号乔丹求一 他都叫阿姆阿姆 阿姆是什么阿姆的母 所以公牛嘛 阿哥在台语叫阿姆阿姆嘛 所以你自己的娘的外号就是公牛 阿姆阿姆阿姆 所以一开始上校公牛队 潘琼琪作风低调 即使后来姚文贼从政 他也鲜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直到2014年 姚文贼与柯文哲竞争台北市长 他才难得现身力挺丈夫 留下影像画面 不好意思 我给人家又来 来来来 我漂亮哦 我漂亮哦